汉景帝微服私访来到西柳营参观阅兵仪式 想看看这老爹汉文帝口中的 守门将领一看 这群人一没提前通知 二没核酸报告的 所以直接把汉景帝拦在了自家兵营外 即使汉景帝的前卫官一再强调是皇上驾到 但军官却直言 军中只闻将军令 不听皇帝找 朝措担心皇上龙颜大怒 敢忙打圆场 说咱们来得太突然了 不怪他们 先回宫里去 明天通报后再来 不不不就在这儿 说吧 汉景帝破格拿出传国玉玺 让朝措前去开路 这才一路畅通进了西柳营 但即便是如此 周亚夫见到景帝也只是以军力相见 周将军你不要太放肆 汉景帝非但不怒 还觉得周亚夫十分有意思 并不予责怪 随后在周亚夫的陪同下 景帝开始了今日的阅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周亚夫西柳阅兵的典故 在历史上 并非发生在汉景帝时期 而是发生于汉文帝22年 当时匈奴进犯北部边境 汉文帝派出三支部队保卫京师 唯独周亚夫的西柳营军纪严明 总而言之 汉景帝这次的西柳阅兵非常满意 知乎周亚夫才是真正会带兵的将军 至于别人口中 他过于巨傲的为人 景帝反而是认为 有了周亚夫这样的军队 汉景帝对于薛藩也来了信心 开始正式考虑对付吴国 他盯从朝措的建议 准备先行割去吴国的豫章郡集会集郡 豫章郡和会集郡相当于今日的江苏上海 以及浙江省北部 是大汉朝最富有的地方 而回收这两个郡 就意味着吴国原本五十多座城池 将要背薛去接近四十座 这种反差一般人都无法接受 何况是和景帝有仇的吴王 说干就干汉景帝 回去就是一封销翻书发出 至于什么反应 那就听天由命吧 与此同时 为了暂时与匈奴休战 王美人主动接下了选公主和亲的重任 当然历代西汉派遣的公主 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 最多也就是皇室宗亲的小公主 更多的是名家选送的宫女 王美人这次挑选也是打算如此 他在后宫选妃的画色上 选中了一名丑陋的宫女秋香 任他为干女儿赐名隆景 王美人亲自调教他 好歹要培养出几分皇族的气质来交差 一切都准备妥当 临行前 王美人特邀皇上厌火 心不在焉的景帝看到秋香后 这才发现是个大美人 女画色上的丑女 或不对吧 想不到宫中还有这般颜色 看着国色天香的秋香 景帝一天的烦恼都没了 恨不得立地就罚他 可是赵令已经发出 想再反悔也来不及了 其实这正是王美人的小心机 因为特意令人把秋香化丑的人 正是皇长子刘荣的母亲丽贵妃 他嫉妒秋香的美貌 生怕皇上宠幸秋香 从而分走了景帝对他的宠爱 和景帝眼下正忙着国家大事 并未深究 不过种子已经埋了下来 什么时候发芽未可知 这就是王美人的厉害之处 看似不动生色 实则免礼藏针 恶心匈奴的事就算是告一段落 另外一边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也有了出行 本王的先父是高虎皇帝和旅太后的嫡子 而文帝不过是奴婢所生数子 当今的皇位本来就不该有刘启这一支来继承 原来是焦锡王对吴王画给他的 大汉一分为二的大饼十分向往 他亲自出门游说 齐王 资川王 焦东王 济南王 济北王联络过 他们听说要和吴王结盟联兵都倍感振奋 让寡人代表他们与大王煞血为猛共起一兵 结了盟 竹王侯觉得还不够稳妥 他们派出使者前往匈奴 邀请君臣禅渝出兵共机长安 许诺是城之后必有中险 君臣禅渝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些诸侯一旦是城并会争权夺位 到时候自己该向谁去要好处呢 还不如牵羊在望 不如一吐在守 如今你们只有一个皇帝还如此麻烦 到那个时候 你们有八九个诸侯王 到底谁说了算呢 中杭月 你本也是汉人 你有什么高见呢 这位中杭月可是位厉害角色 他原是宫廷太监 后来被强迫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 而因此对汉王朝怀恨在心 于是他一到匈奴就立刻投降 深受缠鱼的信任 此人不仅熟悉中原风目 而且思想非常超前 他曾劝说缠鱼警惕汉王朝的经济文化入侵 莫要沉迷中原的衣物实体 要不然迟早有一天会不战 而屈服于汉王朝 就是这样一位地缘战略大师中杭月 他问了君臣禅玉一个问题 您是想要一个强大统一的邻居呢 还是想要一个四分五裂的邻居 是想做仓库的主人呢 还是只想要一个随手可取的仓库 在中杭月看来 大汉朝即将内阁 朱王侯遇反天子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何况汉顶帝非是一个无能之备 而是一位有志的贤君 大汉朝在他手里 名声逐渐负数 活力正在日日增强 别看他现在处处让着咱们匈奴 等他搞定了内忧 就会举全国之力来开干万败 所以中杭月给缠鱼出了八字谋略 分而置之 以汉治汉 原来匈奴的总人口 还抵不上汉朝的一个军人口 对匈奴而言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中杭月建议缠鱼做山棍胡斗 两不相帮 如侯上 大汉朝必将分他个七零八岁 李氏匈奴一跃成为其中最大势力 更何况我们也不需要亲自管理那些汉朝的老百姓 就让诸侯去管理他 大蝉鱼只需要管理那些诸侯 谁要是不听话就咔嚓 中杭月的分而置之 以汉治汉的策略一再被后事证明 是少数民族征服华夏地区的唯一胜算 他让蝉鱼答应诸王侯 借个胆气给他们与朝廷争锋 同时也继续与汉室合计 在他们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汉朝天下就任蝉鱼予取予夺了 于是大蝉鱼画了个大饼给诸王联军 承诺只要七国起兵 他就率领十万铁骑南下 牵制大汉朝群主力 现在万事俱备 东方也齐了 带到景帝的薛藩赵书一道 胡王刘碧是消长不已 吴王把来传诏书的汉室 一个不胜前部计他的战绩 昭告天下反叛朝廷 之后派兵围住朝廷 派到吴国的官吏府邸 把丰禄在两千弹以下的官员 统统斩首 得知吴国开稿的消息 萧熙王不出意料的第一个响应 立即在封国内发出命令 翻上与他六十二同岁 下与他小儿十四岁同龄者 务必三日之内自带粮草武器 到各军营报道 否则格杀勿论 同时模仿老大哥吴王 对封国内的汉官进行威逼利益 这是造反的第一笔 接下来就是昭告天下 他们造反的缘由 刘碧也是第一次造反 没什么经验 给出的理由是 汉景帝虐杀无子 薛藩书至危害踪亲 华人只是除过痛快 把这些年 华人受的窝囊气 一向全吐出来 说来说去 就是这个鸟儿意思 反他娘的 可应高觉得 这理由不够冠冕堂皇 为了儿子报仇 就要造反篡围 只怕天下人都不服你 他认为发出去的文案 应该重点强调 杀朝措清君策 而不能明知说反朝廷 毕竟都是一家亲戚 反朝廷不就是反祖宗 很多流姓诸王 一看就会不干了 所以要清君策 要帮助警帝 而不是反对警帝 历史上第一次清君策 就此诞生 其实此番由朝措推行的强行薛藩 风险是极大的 他的父亲担心 因此而对株连拳架 连夜赶来 劝说他收手 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 难道你就不怕咱朝家 有一天被满门抄斩 灭门救足吗 自从朝廷发布了薛藩令之后 你的伯伯 叔叔 舅舅 舅娘 还有你的老岳父岳母 他们不敢登你的门劝阻 只得日日找我和你母亲 往门求告 日夜哭泣 父亲 儿子是从政之身 当仁不让 薛藩是力设计 憨国家 关系到大汉朝 千秋万代 长治久安的大事 父亲 儿子忠孝 难以两全 朝措最终还是选择了尽忠而弃孝 年迈的老父亲 不知是无言面对亲友 亦是想以死唤醒朝措的执迷不悟 在这个夜里选择了投河自尽 可是朝措已经来不及伤心 因为大汉朝收到了七国举兵天下大乱的消息 七国的兵力加上北边的匈奴和南边的南越也都在蠢蠢欲动 他们举兵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出乎朝措和警惕的预料 没做犹豫 直接册封周亚夫为太位 相当于现在的军委主席 五官中的最高职位 大汉朝上下所有部队结交给周亚夫调废 至于周亚夫如何令亡狂澜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